我現在走過九龍航的橋 順手都會清一清 但今天走過已經很乾淨了 都沒有什麼清 今天約了Mann Sir Mann Sir有些新搞作 話說希望去港台反映一些意見 過往我都要說話 幫港台說一些好話 但今天為什麼都要出來呢 因為我都看不過眼 因為我實在太過偏可 大家是不是 我們不能夠一面倒 還有要說一些合乎事實的事 不合乎事實的事叫什麼 廣告 我經常在網上說 所以今天大家請支持 我們一邊支持香港競爭 是吧 是 要是不要拿我們公帑去做節目 要是施了化 要是解散它 是吧 香港電台是作者 不是記者 有 出小 聽到電台也出小 沒有記者有就寫對 這條說話 喂 喂 香港電台有著者 沒有記者 沒有記者 香港電台究竟是 做什麼的 就是幫政府做宣傳 就是幫政府站在政府那邊 但很遺憾的就是 我們近日回歸23年以來 港台 竟然沒有站在政府做宣傳的日子 還要 處處針對政府 抹黑政府 和政府唱對內戲 都算了 還要三個仇下本黑警罪 這是什麼的 這台 解散港台 香港電台 最重要是製造暴亂的一份子 也是製造 做你一個人在徒亂的幫 是不是 要解散這台 是不是 我們要出牌制一個 解散地台 解散港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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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覺得香港人 一定看到 對我們的香港人 對傳統 很嚴重 去使用年輕人 去 甚至有警察、接觸民室 這方面我們真的要出多點力 去聲控他們 一定要打倒香港電台 我們是不是覺得香港電台是很廢的 是 他們是不代表香港人的 是 他們真的不能出政府薪薪 政府薪薪 因為政府給人工香港電台 他不停去抹黑 政府是不是不抹黑 是 是 而且他不停抹黑警隊 製造仇恨 是 所以現在新一哥上場是不是好很多 是 新一哥投訴了兩次香港電台 是不是很對 是 所以是不應該繼續撥款 給香港電台的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今天來的目的是要 領導 最想就是要執著香港電台 是